欢迎收看大家收看我是林云奇 我们都知道这个挣钱换将是兵家大忌 但是国民党在这个礼拜六就要举行换柱的林权会 要做什么了 就是要废止现任总统参选人洪秀柱的提名 面对要被粗鲁的给撤换掉 红秀柱他曾经说过他要战到一兵一卒 他昨天也在脸书上po文说 说自己本来是要当花木兰的 结果最后呢却可能变成了岳飞 而表态要承担责任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昨天也发给党代表一封公开信 表达他要参选的意愿 但是朱立伦如果参选会不会辞新北市长 还是要身兼党魁新北市长总统候选人 那主要三头烧哦 能把三个角色都给扮演好吗 如果真的是由朱立伦来参选 那英伦再度对决 使得胜算比较高呢 这都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议题 先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民进党立委刘建国 主持人大家好 以及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主持人大家好 网络观察家朱学恒 各位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钟年晃 主持人大家好 国民党临时拳代会这个周末就要登场了 祝下朱上好像已经成了定局 党主席朱立伦发给所有党代表一封公开信 除了向洪秀柱道歉 也强调他会承担责任 带领全党争取胜利 但是洪秀柱透过脸书说 他就好像是花木兰投身报国 不希望要落得跟岳飞同样的下场 还质疑在他的参选过程当中 这些党内统治有没有为他辟谣 和他共同努力吗 除了道歉还是道歉 国民党驻下朱上已然成局 党主席朱立伦放软身段 还发给党代表美人一封公开信 亲自庶民洋洋洒洒两大夜 朱立伦提到自719提名洪秀柱以来 全党上下全力相挺 积极浮选 但不可否认人无法扭转颓势 朱立伦还说召开临时全代会 是痛苦但不得不然的决定 并再次以个人努力不足 沟通不够向党员道歉 更要向洪秀柱表达歉意 并强调一定勇敢承担 带领全党争取胜利 其实更多的口号对很多的党员来讲 还是很纷纷扰扰的 我觉得真正的凝聚的团结 还是在林全会之后 所有的这些的凝聚 还有包括团结的共识呢 必须透过我们基层的一个运作 跟党员的一个认同 口号的话可能还没有办法 受到现阶段 受到大家的一个认同 党内立委要朱立伦少说多做 而洪秀柱则是在透过脸书 引述星云大师自笔有岳飞的精神 但是不希望有岳飞的下场 并说当自己努力宣扬本党理念 要和蔡英文一较高下时 党内高层却已有换柱之意 还把莫须有的罪名套在她的头上 并质疑党内没有人为我辟谣 和我共同努力 洪秀柱最后还以花木兰报国 自我期许 却遭到和岳飞同样处境 自自悲愤 希望在林全会前最后一搏 我们来看这个朱立伦的公开信 就在我的手上 洋洋傻傻 我们看有两页 有两页 它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 它说提名了 勇敢真诚的洪秀柱同志 代表本党参选总统 勇敢又真诚 这边写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呢 他现在又说咯 要临时全代会要通过 本会要 未来总统的布局 要改变 实在是痛苦又不得不的决定 然后我们再来看 他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他说要凝聚共事 团结胜选 在这个礼拜六 就要召开这国民党临时全代会 真的会是完结篇吗 想请教一下议员 我觉得未必 我觉得朱也不选择可能性的比例 他只说要承担责任 并没有说他要选 是吗 我觉得17号换掉洪秀柱 是100%会发生 甚至不会投票 甚至洪秀柱16号就发表声明 为了团结 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可能性还是在的 不会达到我要求的 换柱没关系 可是要 我也支持换柱 可是不要出路 给人家尊严 然后要合乎民主的程序 就是大家投投票嘛 1600个投完票 吴静明投票 但这个我会努力呼吁 会不会这样做是一件事 第二 为什么我说 这个朱不见得会选 选的话会四大接空 第一个叫做背信诺 对不对 因为你说不许你把人家换掉 第一个叫做慈市长 第三个叫做苏总统 第四个叫回六都 因为在补选 我们也不会赢 那没有半都 全部是民进党 这世代接空是空空空 一切空 党也空 他自己也空 所以承担很大 那你问我说 有什么变通的方式 我姑且揣测 他心里想的 他想的是当副手 他的基本面还撑住一些 可是副手只有两个人 可能当别人副手 一个他不是那么愿意的 叫做吴朱沛 因为当副手 就不用慈心北视 压力小多了嘛 对党对他都好 第二个叫做王朱沛 他心里想要的 可是马不要 马不同意 是嘛 所以很难嘛 他想要的 自己的主观意愿 跟客观形势 马先生的反应 所以难 那自己选又痛苦 他六神无主 你知道吗 那现在所以 这样是要怎么做 所以今天 我跟你讲 十个以上中常委 会问他 你到底会不会选 对啊 等一下我们跟他听听 看他怎么说 很多人会问他 你要不要选 可能拖不到17 今天答案 如果不肯定的话 那就有不选的可能性 今天说我要选 大概就会选 我们就拭目以待 他一直还没有 把这句话说出来 没有没有说死 只说要换柱 没有说我 所谓的承担责任 是有三套剧本 对 一 百分之百承担 我就跟你拼了 实事长 拼总统 自己拼 二 半套就是 我当别人副手 对别人来拼 三就是 我承担责任 我把柱换掉 再搞一次初选 或获征招 所以你要 有不同层次 是委员 我们这样看 国民党这一出戏 我们说 拍戏拖白 这样拖拖拖到现在 刚好像又有 不同的变法出来了 你怎么看 台湾拖 拍戏拖白 719到现在 如果到10月17号的 民权会 国民党民权会 那就将近100天 我想国民党很多的 这些先进 特别在公开的媒体讲说 国民党绝对不是只有国民党自己的 他是整体台湾的 当然台湾社会也会关注这个事情 那你让这样一个歹系 托捧一百多天 那刚才 中文议员也特别提到 不是到7月19号就结束 就麻烈 他可能还会有一些的效应 会再持续延烧下去 那这对台湾整理来而言是什么 然后对国民党又是什么 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对所以我曾经一样在这个节目讲过了 就换注换注 所有台湾的媒体 所有台湾的争论性节目 基本上都一直在强调所谓的换注这样的议题 这个议题好像掩盖了台湾很多必须要被关注的相关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真的实在 国民党也必须因而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但是台湾社会不应该就此在这个阶段里面 去做一些好像要去再理会了 或怎么样 因为国民党如果到目前为止 我是善意提出说 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致死立的后生 到10月17号 还有曾经也说讲的 还有后续 那真的实在是 是这个党的不幸 那当然也会影响到整个台湾社会的正面的一个发展 我想大家也都不乐意见到这个状况 那我想我应该也感觉10月17号不是一个ending 也不是一个ending 他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爱的火花 你选举不到100天 对 选举原本就是千变万化 你千变万化的过年 这个变化好多 然后你又剩下 应该116到现在剩下94天 对 那这94天里面你在三天之后就要去决定 要换住的这样的一个戏码 那等于剩下90天 这90天里面还有很多事情 你必须要去做沟通协调整合 甚至也还要去思考到很多的面向 这其实 座人的力量有限 如果说一个人的能力已经很有限 而且当时我记得 没有记错的时候 应该那个红总统候选人 曾经有闭关三天 对 那一天大家就在揣测 应该那三天可以一个转折 比如说有对付的人 还是对这个事情处理 会能够掌握实际的人 可能在这个时间 应该去赶快做一些 一些怎么样 但是毕竟我们不是国民党的 重要的高阶的高层 所以也不晓得这种思考是什么 那最后我必须要讲一句话 就是说不管如何 我还是期待国民党这样的内部的这些纷争 早一点落幕 让这个党真的可以支持立的后生 其实民进党也澄清 澄清到跌到非常非常鼓底 我是补选上来的 我记得当时第七届的立法委员的这个席次 民进党才27席 加了我一席才28席 当然不叫做28家人 不过当时还是这样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一直起来 现在不管国民党的评估还是外界的评估 都觉得国民党都还有三四十七以上的这样的实力 所以我觉得赶快停止纷争吧 因为毕竟人民关注的问题很多 人民期待有更好的一个总统来领导台湾 为了的挑战跟方向 可是我们讲自知死地而后生 这是自谁于死地 是让洪秀柱真的这样子对待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脸书 他在脸书上很明白的讲说 他本来是要用花木兰的精神去投军报国 就是要报效这个国家 没有想到却变成像可能像岳飞的命运 所以这住住姐本身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 就是要像岳飞一样给牺牲了呢 薛恒你怎么看 我把这个故事说得完整一点 因为我昨天已经讲过一遍了 就是他引用这个典故 其实就是大家所知的大奸臣勤快 那谁是勤快 对他要讲 因为这个故事相对于有一个另外一个主题 叫勤快 当年为了罗之岳飞于罪 就编了一大堆理由 说什么你要兵变 然后你儿子又跟敌人互相之间有往来 编的各种各样理由 朝廷之中传得风风雨雨 连皇帝都快要相信了 那当时有个退休的老将韩世忠 他原来有跟岳飞一起在战场上打过 说这个不可能这样子 所以他就直接去质疑勤快 说这到底怎么搞的 那勤快就跟他讲说 这个岳飞的罪名就是莫须有三字 当年在宋朝的时候莫须有三字 其实就讲的是一定有了 但是我们后代因为这个故事 到后来我们讲莫须有就是没有 所以韩世忠 他就当时讲了一句话 直接呛勤快说 莫须有三字 无以服天下 你告诉全天下人说 今天岳飞就是因为莫须有的罪名 而被入狱 最后被赐死 没有人会服气的 那我觉得现在 你把套到这个故事来 其实祝祝姐 坦白讲 朱祝姐在两个部分 堪称双绝 写文章是很会写 演讲很会讲 那国民党现在能够跟他比的人 大概不多了 你看每一个人站上台 就一个懦懦孬孬的样子 讲也讲不了 鼓动也鼓动不了 那他写文章确实很会 因为他又莫须有这个致辞 就暗示党内有勤快 否则哪来莫须有 好 那这个罪名一套 套到谁身上呢 套到朱立伦身上 因为朱立伦刚出来讲 你刚看到他所讲的所有内容 是我不够努力 联络不够 一切都要怪我 所以我应该要道歉 但等等 依照人情事理 今天有一个人出来承担责任 他说都是我的错 那不是你该辞职吗 那就你自敬好了 那结果他讲完 辞主席啊 对 他应该辞党主席 你看他所有之前讲的铺陈 都是我不对 我没做好 我不认真 我不努力 造成如此的后果 所以我出来啊 所以我辞职 你有看到哪一个人 譬如说魏英交魏英冲 或是魏权 或者是 这以前日月光的老板呢 张前生 他会出来讲说 不好意思 都是我的错 所以我勇于承担 让我继续当董事长 没有任何的企业危机处理 是这样做的 你要出来认错 你要承担 承担就下台 没有说承担是 不好意思 我出来认错 错都是我 然后洪秀柱下台 那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众人揭约可杀 于是留我杀你 那昨天这个国民党讲了 这么多东西 就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朱立伦犯了这么多错 反而是他出来接好康的 总统候选人这件事情 当然我知道最后会败 所以其实也不是那么好康 可是你这个东西都不转 就是所有的人都 你像以前皇帝 下诏最挤 最挤就是意思是我错了 你可能还要上泰山 沐浴晋升什么东西 做一些 这个表示我真正犯错的事情 但哪有这样子的状况说 不好意思 都是我错 于是全代会要 大家临时全代会 大家要鼓掌说 好那就把责任交给我了 你过去就犯错了 过去就做不好 结果你说出来承担 不是道歉 不是引就辞职 不是下台 那国民党昨天还贴了一个什么 这个什么 有党无我 这个感觉好像是一个很不错的slogan 但实际上是有我无党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承担责任 真的要道歉的话 你就无我了嘛 那我这个党主席不一定要当 但党都可以灭亡 但党主席不可以不在 你说这不是一个很荒谬的部分 CEO出来道歉 要承担 就是下台啦 你看福斯汽车造假 难道董事长跟总经会出来说 不好意思都是我的错 所以我继续做 让我底下人下台 不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国民党这一次 就像韩世忠老将当年讲的是 莫须有三智 无以伏天下 朱立伦一席化 无以伏天下 那请问大家怎么把你的 出来参选 或者是你出来让国民党 继续选举这件事情正当化 你不能正当化 无以伏天下 接下来选举就很难进行 可是以国民党现在的 情况如果说朱立伦他勇于承担 其实这个责任是比较重的 而且未来的路是更难走的 年晃你怎么看 其实他下台反而是比较容易 所以他真的是承担责任 从我们第三者的角度来看 下台当然最容易 一了百了 翻新回去做新北市长 可是从政治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看 下台恐怕不太容易 舍不得嘛 对因为下台什么都没了嘛 对不对 人当你享受到权力的时候 你是很舍不得放的 这个不是我们这些没有权力的人 可以从局外人可以理解的 对朱立伦来讲的确 这个节骨眼他选总统 对他来讲是最不利的情况 最好时机点已经过了 朱立伦如果说在当选党主席 在今年四五月的时候 就登高一呼说 在国民党最艰困的时候 在1.129大败之后 我愿意承担责任 我来参选总统 带大家一起拼 我想选情到现在可能会不太一样 至少国民党气势不会这么低迷 可是最好的时机已经过了 那这个时候出来选总统 不管你辞不辞新北市长 辞或不辞都有他的痛苦 刚刚中议员提到辞补选 看起来国民党应该会输 那不辞的话 你这段期间 你也别想专心选总统了 因为民进党在新北市议会是 对没错 不只何博恩 民进党在新北市议会是占多数 他是差一席过半 他玩你就玩死了 我就每天要你来专案报告 我来排专案报告 省总预算很简单 市长不来 那我们不要省了 因为你市长都不重视总预算 那我们干嘛省呢 那你就被他玩死了 那再加上朱立伦 这段期间在新北市有很多事情 其实处理的并不好 福州宅 这个乌来的淹水 土石流 八仙粉尘报 这个处理的其实并不好 所以对他来讲 这也是一个困扰 所以会担心新北市民 会不会再支持他吗 我想新北市民再支持他的可能性 不算太高 你想想看 去年他都只小赢两万五千票 再经过这将近一年的执政 这个包括国民党的 因为朱立伦现在还要再去扛 国民党的所有的批评跟缺失 所以他能不能有去年那个成绩 恐怕都已经是一个未知数 那更何况如果不是朱立伦选 那又是另外一番场景 所以对朱立伦来讲 他现在是头很痛 那马跟朱之间呢 包括吴啦 包括王啦 我觉得国民党这些大头们 现在就陷入一种恐怖平衡的状态嘛 就各自知道对方的弱点 但是各自都不下重手 不让不置对方于死地 就形成一种恐怖的平衡 所以国民党不管星期六 我看换朱是换定了 那朱能不能顺利上 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但是不管朱能不能顺利上 17号之后国民党陷入一个实质的分裂 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国民党不可能会团结 因为上尉这些人 大家都貌合神离 各怀鬼胎的情况下 国民党不会团结 可是我呼应一下刘委员刚刚讲的 就国民党现在还是执政党 你这个执政党如果说党内陷入一团混乱 大家在拼命全力斗争 你就把政务几乎就是摆烂了 你看现在台湾处于几乎无政府状态 有很多事情迫切需要解决的 现在政府有在解决吗 看起来是没有啊 大家就摆烂嘛 反正连柯P自己都讲了 他去跟中央谈这个捷运系纸民生线的时候 他说他的感觉好像中央官员都在等政党轮替了 那这时间好长啊 不是明年1月16就结束 让到520还有210几天 那现在就摆烂 还有7个月 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现在变化非常快 你摆烂7个月 你把台湾这个国家你要放到什么地方去 所以我真的我也呼吁了 党要斗要全力斗争 那是归党的事情 可是政的部分 因为至少现在我们看到 政的部分没有参与党的斗争嘛 那政的部分还是好好去做嘛 好好去运转嘛 你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嘛 不得因为国民党的这个家务事 让整个国家的那个局就停在那个地方不动 不过不管这个礼拜六 到底是不是最后是由新北市长朱立伦出嘛 民进党的立委今天一问才知道说 如果朱立伦他请辞新北市长去参选总统 光是新北市的补选就要花1亿6千万 而且因为视为同一届 所以朱立伦如果总统没有选上 其实他是还有资格可以再参选 新北市长的补选哦 直询中选会组委刘易舟 民政党立委庄瑞雄拿朱立伦做文章 近年来第一人身兼党主席 又身兼市长 又身兼总统参选人的三重身份 也就是说这个屁股有够大 屁股大到可以同时坐好多位置 挖苦朱立伦一顿后 庄瑞雄接着要出考题了 如果哪一天朱立伦做梦梦梦到他代职参选总统 哇 太愧对国家 对不起人民 所以他决定要辞掉新北市长 好了 你的问题就来了 哎 杀过来补选呢 如果朱立伦请辞新北市长 补选只要两个月作业时间 还赶得上合并明年1月16号的总统大选 但庄瑞雄又有问题了 他现在不辞 可是当民意的压力很大 大到1月份 他突然跟你说 辞掉啦 社会的压力太大啦 主委啊 如果这样再来就处理了 再来就死掉也是要补选了 对不对 补选了 他可以参加补选吗 这个问题依现在的法律是可以的 因为同一届 换句话说 朱立伦如果不辞职 就是脸皮厚到底 朱立伦如果辞职 那后来补选 他也参加补选 那更是厚到底 不是这样吗 补选一次新北市的市长 大概要开销多少 选委会来讲 1億6千万 1億6千万 不单独举行的 所以不整部 朱立伦算算的这样就好嘛 反正我们花这么多钱 老百姓的钱 我们的纳税钱 不不勒 不是红秀柱 不是红秀柱 是我是我 然后我选总统 我又输了 不是不是 我要做好做满 我继续选新北市长 我就浪费候选人 浪费我们的纳税人 又浪费了1億6千万 没有错吧 补选一次新北市长要花1億6千万 而且因为视为同一届 所以朱立伦还可以参加补选 民主党立委轮番上阵 拷问中选会 要突选国民党 住下 朱上 恐怕才是问题的开始 刚刚我们在谈 这个国民党接下来的剧本到底会怎么写 朱立伦又会怎么说呢 刚刚现在就在此刻 朱立伦要发表谈话 我们来听听最新他的说法 这些决定 对所有的党员同志表示歉意 我努力不够 沟通不足 尤其对于洪副院长 造成他的委屈困扰 要表达我们最高的歉意 距离2016的总统大选 剩下不到100天 我们的选情空前的低迷 不管是基层的民情反应 或民调数据都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要调整步伐 重新出发 常会已经做出决定 这个星期六 我们要召开临时全代会 这是我们国民党 救亡图存的时刻 绝对不是争权力求好处的时候 绝对不是为了争权力求好处的时候 各位同志 这段时间 我深刻感受到大家的焦虑 无奈 茫然甚至很多党员的愤怒 我作为党主席 我不能看见我们的党 走入历史 我们不能见到 我们所有同志的败选 而不努力奋起 大家都是一个心情 我们爱我们的党 爱我们的台湾 爱我们的中华民国 我们的对手 绝对不在党内 我们必须要重整队伍 争取民众对我们的支持 各位同志 我们星期六的临选会 目标就是要凝聚共识 目标就是要团结胜选 我们会忠心感谢洪副院长 过去这一段期间 他的勇敢承担 他的付出 他的努力 我和洪副院长 和大家一样 和所有的支持者一样 爱我们的党 爱台湾 爱中华民国 我们也一样 会共同的号召 所有国民党的党员 所有我们的支持者 大家能够重新凝聚共识 星期六 是我们凝聚共识的时候 是我们重新团结的时候 10月17号之后 我们就是一个团结的国民党 我们要共同负责任的 提出国民党的中心主张 我们的共同理念 两岸政策 让所有的民众 团结在我们的共同主张 两岸政策之下 让我们 大家努力 争取 成为 人民的选择 让我们团结一致 让台湾 有另外一个选择 好 在刚刚的访谈当中 我们本来对于朱立伦的谈话 是存有期待 他会不会讲出来说 我就决定要出来 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 大家听了 好像也是很失望 议员 这一份好像给你 直接照念一次 跟他的稿子 好像是差不多的 他讲的比较虚 比较空 我觉得两点 重点没有讲到 第一个我当主席 我是能力不足 而不是沟通不足 二 凝聚共识 什么叫共识 共识不是只有你的共识 而是最大公约数 我让一点 你让比一点多一点 这个叫共识 你不能我都不让 你要全部让 这个一辈子没有共识 我相信他现在跟王跟吴的 相处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情况 没有共识 我很写实的描述出来 那第三 他说 不法 党的不法是什么 党的思想是什么 国民党现在缺什么 像稻草人 没有思想 没有勇气 现在为什么 柱到这时候 他有考虑要选 柱还不见得一定选 可是可能考虑要选 我非常支持他换柱 柱也不要说你是岳飞 岳飞一直打胜仗 民调46%才是岳飞 我讲同意吧 大家都同意吧 民调岳飞 百战百败 那什么叫岳飞 大家跟着飞了 不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不会把自己 讲得那么美好 当然他很多委屈 红秀珠 重点不是他跟红秀珠道歉 而是党要定调 我讲个数据 大家都疯了 今天投票要有个行为 那时候1992年 劳布希要连任 因为柏湾战争很厉害 大获全胜 他民调91%满意度 怎么输给一个 一个阿肯舍之后 一个小州长柯林顿 柯林顿只讲一句话 那个时候你穷兵独武 国库空虚 那所以呢经济不好 人民很苦 中产阶级不开心 那勾引那个爆炸点 就是柯林顿说 笨蛋 问题在经济 现在谈患住谁上 老百姓没有兴趣 老百姓只有一个有兴趣 叫做 我讲我们的关键密码 叫做中产阶级过好日子 因为国民党长久以来 不管是日盛盛的案 不管交久 不管很多案 你长期以来 你拿了 从政很大的官 很大的职务 长久以来跟他们交好 那视这些土地财团 为交友的第一选择 而拿给他们很多的 大量政治现金 所以造成土地财团 富可敌国 而中产阶级 平无利追之地 这跟华尔街的运动 是一模一样 它是股票 我们是土地 就是回到贫富差距 太悬殊嘛 所以大家恨嘛 而且你不仅没有去解决这个事情 而且常常扮演的加害者的角色 所以不投你 朱立伦算是形象不错的人 你知道现在做的民调 20岁到39岁是关键的密码 大家同意吧 很重要吧 占了所有选民38% 这些年轻世代 他现在跟蔡英文的民调是60比15 怎么选啊 这个20 以前我们的马其诺防线 是30岁 20到29长久输 我们同意 可30到39是我们非常中正的部队 你一下 你不敢在财团动手 只搞打房 打股市 让这些上班族更苦 更离心离德 这个才是步伐 我讲这个才是思想 我讲这个才是党纲 这个才重要 要照请拜托朱主席 要照我这样讲来做 党才有活的机会 笨蛋 问题在中产阶级 问题在中产阶级 当然是嘛 我原理怎么看呢 刚亮子的谈话 也接续总理也所讲的嘛 又空又虚嘛 所以他真的可能会搞到四大街空 他应该不是一二再再二三的 讲这些空患的这种说法 那因为新闻直接现场在转播 台湾社会看得到 这个租赛到底出生问题 那刚才庄略雄 我也特别形容 小会真的很多问题 租主席的屁股特别大 所以他要做特别多的位置 我想是这个样子的 我刚才就是说 从三议员一面去看待 国民党内部这样的纷争 其实对台湾社会整体来讲 是负面的了 没有正面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然后他可能到10月17号 又有相关的一些问题 会再延伸出来 那我在想说 为什么要成立政党 那政党当然是为人民 为国家为社会要来服务 然后最起码要取得人民的认同 那你要取得自己内部的人员先认同 那你如果说今天一二再再三 没有办法取得内部的党员的认同 然后就移股型 还是说宫廷市的这种处理方式 我觉得这个党真的会面临到更大更大这样的挑战 那回归到一个现实面 我朱兄刚才讲得很棒 然后有当到那个最高的领导人 然后很多事情出来道歉之后 他没有一个记忆作为 所谓的记忆作为就是说 他必须要下台 他必须要承认这个错误 这个错误里面可能就是所谓的能力不足 可能就是说判断错误 可能就是真的所谓的沟通不良 那他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觉醒 国民党不是没有好的人才 可以去衔接 那为什么都没有出来 我不是你庞中议委的中 香港人这么讲就很贴切 当然就中产阶级的人 对执政党一定有更高的期待 但是这八年来七八年来 这些中产阶级对现在执政党是什么期待 而且剩下这到大选三个月 到520交接 就七八个月中间 中产阶级更没有期待了 对不对 看不到那个未来 那台湾 台湾怎么 台湾的人民看待这种这样的一个执政党 又看到现今的执政党这样的一个纷争 那人会看得会延期 所以回归到一句话 后会会拖白 不可以拖这么久 所以国民党要打赢这场总统的选战 真的是非常的不好打 那要攘外就要安内 偏偏要安内这几个国民党内的大咖 你容我骂一下庄瑞雄 我现在帮我们主席讲话 讲一下话 刚才我批评他很多 就是我们讲道理不分蓝绿 他不会再参选那个补选的 选也不会上 就是庄瑞雄很聪明 可是这样问证太刻薄了 怎么会再选那个补选的新美市场 如果他总统没中的话 我这个要帮主席陈森 他不会参加那个选举的 好 朱立伟要面对的是安内的问题 安内的问题真的很多 他今天头是没在笑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后来继续看 大家看看 欢迎回到大家看看节目现场 这个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到底是谁要出来选了 在这个礼拜六呢 国民党的林权会就酝酿要 注下朱上 不过这个党内还是有杂音 就算换注刚刚有提到说 都是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了 而且可能已经是定局了 但是为什么是朱立伦来选呢 党内还有很多的天王啊 包括王金平 吴敦义 他们的角色又要怎么安排呢 这些都还是未知数 这时候又有传出本土派的立委 感到怠惰了 不在情势明朗前替总统参选人服选 而且还传出来说 马总统还在背后下指导期 他赞同换注 但是条件是什么 就是绝对不能由王金平来选 国民党确定换注 却爆出党内本土派质疑 为何非要由朱立伦参选 周刊甚至爆料 在包括王金平 吴敦义交涉未定之前 将不会服选任何一位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我们都是近代党中央的决定 党中央怎么决定 我们怎么配合 党中央这个时候 也应该要有智慧 要来解决所面对各方面的谣言 不利于国民党的团结 这种谣言一定要消除 听光派立委卢家审透露 不少本土派确实在观望 党内如何安排王金平动向 不过传出 其实朱立伦表态换注之前 马总统先下了指导旗 要求换注后 绝对不能由王金平翻选 而且接下来党回一职 要由吴敦义来接掌 当然也是喊话给朱立伦 看你交出多少诚意 分配多少 现在我们看起来 其实已经是搜掉的权位 吴敦义跟王金平的行程 其实是非常紧凑的 因为吴敦义应该在卸任之后 还想要力求 有自己的一个政治空间 那国民党的党主席 这个位置基本上来讲 他还是一个平台 在总统参选人的部分 必须要推出一个人选 而是包含党内 包含吴敦义的问题 那王金平的问题 甚至洪秀柱 他如果真的下来之后 他未来在党内的定位 或者是角色 我想都是朱立伦 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必须要尽快去做沟通的 国民党本来盘算 换住之后将冲高民调 顺利增加立委席次 但由于其他天王角色未定 党内依旧暗潮汹涌 看来团结整合任务 恐怕更艰巨 我想请雪恒 我们来发挥一下想象力 如果这个礼拜六 柱真的被换下来了 那接下来 因为刚刚讲 国民党内有那么多的大佬 要放在什么位置上 我觉得这些大佬 就干脆蹲到地下道去 卖艺的卖艺 唱歌的唱歌 因为根本没有得做的 还要去考街头艺人照 要有街头艺人照才讲 对 还要去考照 要把他们规划考照行程 然后身上挂一个 我是专业诈骗集团 我不能到大稻城 一定要到地下道 大稻城恐怕现在 大家看他都很生气 我觉得其实这一次 认真来讲是 林全会 国民党真的变不出把戏来 因为坦白讲 你说要团结 对不对 那也就是在林全会之前 国民党现在是不团结了 那你上一次跟我讲团结 那就在骗我嘛 那这一次你能变出什么把戏来 我们刚刚其实在讨论 就是除非今天朱立伦上台讲说 各位全党同志 看看我党沦落至此 就是后面的混蛋害了 来马英九请起立 大家给他鼓掌 除非你能够这样做 因为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讲 国民党现在不切割马英九 你就是背着马英九选举 再来多么厉害的大罗神仙来 你也没办法背着一个施政这么差 被民众所厌恶的人 你还有办法竞选 更别提你竞选时间 剩下不到90天 在这种状况之下 除非你大破大力 其实最早之前 洪庄柱出来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上节目就讲 洪庄柱能怎么做 全省走透透展开一个道歉之旅 你在各地就不要竞选了 你就在那个找一个 比如说火车站的门口 你不管是蹲在那边 坐在那边 跪在那边就好 就是跟所有路过人道歉 对不起我党 我是国民党代表 我党让大家沦落至此 容我跟大家道歉 说明白 希望未来有一天 你还会再支持我们 否则以这样的状况 你怎么可能让民众再支持你 讲明了 现在对国民党来讲 铁定是百年以来最大的危机 时间不够 人力不足 银蛋也许有 但是人才不出来 没钱没粮没草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怎么打一场仗 可是有大佬 有大佬有什么 了不起 你家通通给我站出来 每一个人就出来选 有大佬什么 年纪大了不起吗 不是应该去养老院 国民党现在的问题 就是有一堆没有用的大佬 除了佬之外都没有用 胆子小 志气高 没有用吗 没志气 志气高 胆子大才有用 现在的状况就是真的 鸿修柱站出来之后 显示了其他人的无能 无脑跟无战力 好明显的对比 那你这样子一对出来 我原先啊 我们都可以讲说 好了 红秀柱表现真的不好 游泳但无谋嘛 那所以说 那也许换一个游泳有谋的人上来 但问题是 现在国民党 没有游泳有谋的人啊 一个都没有耶 拜托你连在电视上 要把他们辩护都很困难 你没看小平凶 现在每次都露出很无奈的样子 他要尽他的责任 但没有粮草 没有兵器 没有得奖 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之下 国民党真的要明白 这才不是什么团结 你要想出一个 以服天下的一个论述 你现在想不出来 你没有完整的说法 你怎么在接下来90天 我觉得现在朱立文 就算是朱立文出来选 他一直没有咬死 就算他出来选 89天左右的时间 你要如何让民众 明白你的政策 别忘了 红秀柱所讲过的东西 通通不算耶 他之前花那么多时间讲这个政策 那个政客 那个政策 现在是全部推翻的时候 全部再重来 我讲直接一点 朱立文光是讲完政策 大概时间就到了 他搞不好要讲到选举当天晚上10点 他还讲不完 那你怎么样子办肇事大会 你怎么样去帮各地的 所有的这些立法委员 你不是说选情不好 你又帮他们站台吗 90天 我直接讲90天 国民党这次的立委候选人 你光是两天走一个 你走不走得完 那在这样状况之下 那宣传什么东西 你到底要怎么拉台选情 你根本做不到 我觉得朱立文没有想到 他现在才出来扭扭捏捏捏 最后导致一个问题是 国民党有物理上的困难 不能够克服这一次的选举的时候 你如果不能想出大破大力之策 那铁定国民党跟着沉船 而且万劫不复 哇 议员刚提到有勇有谋的人 你有这样子的名单吗 没有 党内也没有这样的名单 党就是像我们这种人 都是变种的国民党 他们都是纯种的国民党 议员要澄清是变种的国民党 我当时变种的 因为我们也被党内打压无数次 我都不要讲这个往事 看连党内都这样 就是民进党 他会一直栽培年轻人嘛 像建国兄 像以前罗马 像林嘉隆跟赖清的终身带 都已经当了六都的市长 那我们这样的人还在当市议员 就是没有人要让你出头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好爸爸 我们血统不对 我爸爸就是老兵 他爸爸就是连战 怎样 你怨什么 这个党是个贵族的政党 不是个平民的政党 你越平民越能干越见面 所以怎么会有勇有谋的人 所以这个结构他们是丛林法则 就是出现民调 然后谁狠谁凶谁厉害就出头 我们不是我们比协同 那就完了嘛 所以我们整体的结构 党的文化要彻底翻转 要真正的变成一个小市民的政党 这个百年政党才有机会 所以真的就刚刚讲到自知死地的后生 是 是这样子 但问题是你自知死地可能就死了 不一定后生 现在国民党有没有那个决心后生 无生命迹象 对啊 你说吃个河豚毒有没有 把我的心跳降低到一个程度 罗密欧看到朱丽叶这个样子 他也跟着吃毒药就死掉了 现在国民党的问题是 没有附身的机会到底要怎么办 有啦现在很多药很发达 看有什么药会救 提出来嘛国民党觉得有人才嘛 但是他们到底的文化是怎样 就陈如刚才议员所讲的 有这样的状况 但民进党曾经也在最谷底的时候 是来了蔡英文主席 竞选当选主席时候 才把整个民进党的气势再带上来 那个中间过程 也是经过很多很多挑战 那蔡英文并没有 当时并没有加入民进党 很久的一个时间 那我是想说 如果今天当了国民党的最高的 这些高层这些领导者 把这个党搞成这个样子 然后一再道歉 然后一再地夸党的候选人 是真诚 那相对他就是不真诚嘛 然后夸他所谓的不得不 我觉得如果今天国民党 真的是有走到所谓 致死地而后生 这些高层的人 真的是要订死一拜 就像朱兄讲的 全部通通叫出来 看要怎么样 你就好好改 好好承担责任 如果不改要死不活 就全部退 我们这五年级来接掰 我想白点就这样子 我们从头来 小没关系 现在看起来好像又不是这样 最后补一个东西 这次的对比 是真的很糟糕的对比 是一个无权无视 白色恐怖出身的 一个国民党员 对上了有钱 有权有势 高家一路培养 这么多年出来的绝对精英 结果让人很善气的是 你原来以为 国民党终于痛定思痛 终于让这种小市民背景 虽然能力不怎么样 但他真的 血统是属于国民党 以前从来没办法掌权那些人 他终于有机会 结果你原来对国民党 抱持了期待之后 没想到又推出五门斩首 推出五门斩首 而且还没有糟告天下同胞书说 我为什么斩他 有什么重要的言论是 背叛党中央 结果没有 大家都推给党中央 都推给一个 原来就有贵族血统的人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让国民党未来的年轻人 你怎么服众呢 我如果是国民党年轻人 我就想说 不好意思我当初就是 一出生就投坐胎 所以我在国民党里面 永远没有机会 永远不可能 那请问新人 我们现在讲 20到39岁年轻人 见鬼了 我为什么要投给国民党 你想出一个理由 投国民党理由就好了 你这个理由没有的话就大败 有的话我们还有小叔的机会 有理由吗各位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的道理 国民党里面台籍的精英 出头机会相对比较低 可是从红秀珠案例我们看到 在同样是外省籍的精英里面 他还要分高级跟低级 369等 对 红秀珠是属于国民党里面 比较低阶的外省籍 就是他的爸爸不是什么权贵 但是朱立伦有一个 也没有刘美的博士 这个要讲学历也重要 他有个好岳父 刚刚刘委员讲到2008年民进党 从谷底翻身 其实他客气了 其实最关键就是他补选那一役 因为那是在大选惨败之后的 第一场胜仗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刘建国当时没有放弃 他大选拼得很辛苦 可是他发现对手有问题 用不正当的手段当选 所以他当时并没有放弃 通过诉讼 然后最后诉讼成立 最后补选 他因为没有放弃 所以当选 可是我们来看 国民党去年1月29败选之后 国民党里面这些 这些权贵子弟 这些精英们 有哪一个是不放弃的 对 有哪一个是不放弃呢 每个人都不想放弃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后回来继续探讨 如果这个礼拜六全代会 真的是征召朱立伦 要来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 我们看这个朱立伦 他要身兼党魁的身份 又是总统候选人 他现在还是新北市长 会不会代职参选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可是对他来讲 这个真的是陶爱莫在笑 他现在目前此时此刻 是扮演两个角色 党魁跟新北市长 好像已经很痛苦了 已经做得很不好 民调已经是六都 可能晚上都睡不好了 对 已经是吊车尾 那再多一个总统候选人的身份 那更难 他如果17号顺利被征召 距离选举剩下89天 台湾的立法区委员选区 有73个选区 你一天跑一个立委 大概刚好跑完 对 剩一个礼拜 那可是蔡英文已经跑几轮了 蔡英文大概至少跑三轮以上了 所以你拿什么去跟人家拼 更何况朱立伦还面对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国民党欠台湾社会两个理由 第一个你为什么换掉洪秀柱 民调不好吗 那你证明给我看朱立伦会赢过他 那现在都讲说他因为无法带动立委选情 可是没有办法量化嘛 你现在说好 洪秀柱选可能只剩40席 那你朱立伦你可以几席 你立下这个军令状嘛 我有几席嘛 这是第一个 为什么换洪秀柱 军令状 对 第二个 好 就算换了洪秀柱 那为什么是你朱立伦 你凭什么 你长得比较高 你学历比较高 你比较年轻 还是你比较帅 是啊 都是啊 那我们请金城武来选好了 对不对 那金城武不是最帅 所以就也许很多人说 这是国民党家务史 错 其实选民都在看 选民在看说这个政党 他党处理党内这么重要事务 总统候选人这么重要的事务的时候 你有没有遵循一个民主的机制 因为如果你党内没有一个民主的机制 选民没有办法期待你执政之后 会落实民主的机制 这同样的道理 今天朱立伦 我相信不只吴敦义 不只王津平 相信很多国民党党员 不管你是不是挺住 都会想问一个问题 说那为什么是你朱立伦 你告诉我嘛 你到底凭什么嘛 你们是私底下有比赛过 比婉利 朱立伦第一名 还是说比5000公尺 朱立伦跑最快 都不是嘛 那为什么是朱立伦 我相信这很多的党员 跟很多的台湾的选民 大概都在观察 我一直强调 国民党从决定换柱到17号全代会 这个过程 其实选民都在看 选民看的是什么 看你这个政党处理事情的能力 如果说你在这个里面 没有办法展现出 你的领导能力 跟处理事情的能力 选民不会把国家 放心托付给中国国民党 所以就很明确出来 就一定是输的 对啊 没有错 对对对 这样真的是